台北往金山的阳津公路 隐藏着一项百年传承的神秘手艺 手工蓝染 蓝染可以创作出像绘画一般的艺术品 也可以做成使用的屏风、书报架、卫生纸盒等等 各有各的特色 一百年前,整个大屯山区是蓝染原料马蓝的产地 所以至今还保有蓝染的手艺 布蓝染手染工蜂就是其中之一 做蓝染主要的原料是布和蓝泥 蓝泥俗称蓝金 以前可以媲美黄金 做蓝染要先采摘马蓝的叶子来打蓝 马蓝俗称大金 叶子洗干净泡水 然后打出蓝色色素并加入石灰 滤干三四天之后,做成蓝泥就是所谓的蓝金 染蓝就靠这坨蓝泥 工具随手可得 可以变换出多种不同的图案 我们家住在阳明山国家公园里 自己的土地上就栽种这种大金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传承跟延续 图案设计好以后 我们让它靠在水里充分地吸收的染料 那在水里呢,它是属于绿色的 透过空气的氧化会变蓝色 蓝染是台湾在农业时代取之于自然的生活智慧 也是庶民文化的一部分 当您走访金山的时候 除了到老街品尝金山分属 和有名的金山鸭肉之外 不妨也来一套蓝金体验的文化之旅 欢迎大家来金山走走 享受美食泡汤 体愿台湾的蓝金 手工蓝蓝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